今天我要來介紹我的課程的地圖 大致上就是我在金門大學資工系四年之間會教的課程 那之前我曾經教過一些比較不擅長的課程 像是動畫設計 但今年之後我會把這些課程拿掉 因為那邊的影片其實也都已經錄得很完整 那想要學可以自行從影片上學就好 那我把課程集中回到自己比較專長的部分 那從今年開始我們會盡可能的把課程鎖定在這六門課上面 那第一門課我要教的是程式設計 那這是在大一的上學期等於是大學第一年第一學期的程式設計 那這一門課對沒學過程式的同學而言我認為非常重要 因為資訊工程系 預設大家認為你一旦資訊工程系畢業就是必須要學會程式設計 那如果你資訊工程系畢業出去跟人家說我不會程式設計 那大家可能會覺得你根本就不應該從資訊工程系畢業 那所以這個第一門課我們會用JavaScript和NoteJS來教這門課 那採用JavaScript這一個語言其實是有點風險的 那因為JavaScript這個語言它並不算是非常簡單的語言 但是有些人認為它是一種小語言 可是JavaScript現在其實已經有點大又複雜了 那可是為什麼我們還是教這門語言呢 因為第一個是我現在把自己的課程幾乎都整理成用JavaScript來上 你可以看到這邊全部都是用JavaScript來上 所以我們為了要減少語言的關係 那第一學期就用JavaScript 這樣子在後續上面會比較能夠銜接 那第二個原因是 其實JavaScript雖然有一些很怪的語法 但是如果有適當的導引的話 JavaScript其實是一個很好的語言 我們只要從最基礎的開始 不要一下子就去學那些很怪的語法 那這樣子的話 還是可以從JavaScript和NoteJS來入手 作為第一門程式設計的語言 那在第一門程式設計上面 其實我會盡量減少使用到HTML和CSS這些主題 不過難免還是會有用到一點點 那這個特別是在要做網頁動畫的時候 那會稍微用到一點點 這部分的話我們 我們在第一學期的程式設計 會盡量的鎖定在語言本身 所以這一門課基本上就是JavaScript的語言基礎 那等到你基礎學會了之後 我們再來看進階的部分 那進階的部分 我就打算把網路程式設計網站 包含一些軟體工程上面必須要的工具引進來 那這樣子的話就可以把JavaScript整個用途 比較全面的深入的去學會它 但是在第二門課上面 為了銜接後續的像前路式系統這種課 我們在最後的幾週可能是最後三週 會補充C元的部分 這是為了讓後面的前路式系統 作業系統 編譯器這些課程會比較容易的去上 還有包含機器人這些東西 那跟硬體銜接的部分 也還是要仰賴C元 那所以我們在最後會補充一下C元 可是不會補充得很深入 那等到一年級的程式設計 已經學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在第二年開始呢 學習有關電腦的整體所有的面向 那所以第二年我們安排的課程是 計算機結構和系統程式 那基本上計算機結構就是指電腦的硬體 那系統程式就是指電腦的軟體 而且是比較底層的軟體 那在這門課上面呢 我們會使用一個開放課程 那這個開放課程叫Name to Touches 那這是網路上一個非常著名的課程 那它企圖教我們從Name的雜 就是反擊雜開始 使用這個雜 很多很多的這種雜 來建構出整台電腦 然後呢 再從 在這台電腦上面再去寫程式 然後寫包含主意器 虛擬機 編繪器 作業系統 這些程式 那最後它會有像 俄羅斯方塊這樣的 Tetris小遊戲 讓我們在這台電腦上面去爬 OK 那透過Name to Touches 我認為是一個可以讓你學會 整個電腦軟硬體的一個非常好的課程 所以我們會利用這個公開課來上計算機結構和系統程式 當然Name to Touches這門課其實它還是有些缺陷的 缺陷就是像一般大學上課的時候呢 他們所採用的教科書 譬如說計算機結構可能會採用白算盤的那一本書 那系統程式呢 傳統上像貝殼的那本書 那這些教科書可能在實務上面沒有完全實作 但是卻在理論上面講得比較好 所以我們在這兩門課的後半都會運用一些其他的公開課 還有自己寫的講義 還有教科書 來補充這一些比較偏理論性的部分 這樣希望能夠讓理論和實務都可以兼具 那到了第三年呢 我打算把焦點開始放在一些對電腦比較難一點的問題上面 所以第三年的上學期我們學的是機率統計 那機率統計我覺得它在現在的電腦領域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像最近的大數據 然後像我們使用R軟體 這些都必須要具備很好的機率統計的基礎 那透過機率統計呢 我們可以來做一些比較困難的題目 那這些比較困難的題目通常是跟人工智慧有關的題目 那所以我們在第三年呢 就以機率統計和人工智慧這個軸線為主 那希望說透過機率統計這樣的數學 那讓你可以處理到一些比較困難 神經網路 那計算智慧這些主題 或者是資料採礦 大數據之類的這些主題 那我們在這樣子的三年規劃課程當中呢 希望能夠盡可能的把一個資訊工程系同學應該要具備的能力 透過這樣的規劃傳授給我們資工系的同學 那所以當你學完這三年之後 你應該在電腦的任何一方面都已經有相當的基礎能力了 那接下來第四年到底要幹嘛呢 基本上對我來說其實第四年應該留給同學 全力去做一些同學 在一般的大學課堂上面 所沒有辦法學習到的事情 那譬如說我認為是因為電腦技術變化的很快 所以呢如果我們在第一年開始就去學業界最需要的那些技術的話 那其實到了你畢業的時候很可能那些技術就已經被淘汰 所以在第四年的時候留時間給大家 其實你可以趁這個時間來學習 你接下來 比如說你想升學 那你就要準備你接下來升學的準備 你如果想就業 尤其是想從事職工領域的一些工作 那你應該為你這些職工領域的工作做一些準備 比如說你想寫網站 那你第四年就應該全力的充施網站的技術 比如說像Node.js這些 那如果你今天想寫APP 那你鎖定的是IOS 那你就第四年應該去學IOS Provenme 像SWIFT這樣的語言 Objective-C 那如果你想從事的是Android的APP 那你就第四年去學Android 把它弄得非常熟練 這樣子你出去工作的時候自然就會很順利 那當然還有很多很多 比如說你想從事有關系統軟體 比較偏底層的東西 那你第四年就應該好好的把 像Lennix C議員這樣的東西玩一玩 把它很深入地去實作 然後最好是能夠跟開放言司馬之類的領域接軌 然後更好的是如果你有辦法和業界直接學習的話 那你這樣子第四年的一整年的時間 這樣的學習就可以達到很深入的程度 那出去工作就不會害怕說 我沒有足夠的能力可以去工作 那這是我們我個人的課程地圖 那我給我上午課的學生的一些課程規劃 那介紹到這邊給大家參考 再來可以選擇 還是要一種字айн делrive 請我在這裡